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美的风景喔 好热喔 如果在这边可以有一家咖啡厅多好啊 可是这种地方怎么可能可以 怎么不可能 而且弹棒还是有余灯 你看我就看到了 Coffee 真的耶 对啊 怎么那么强 对啊 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喝一杯小杯的热咖啡 就更好了 这个真的是 好有特色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在前往金瓜石山上途中 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家秀真型的咖啡厅 里面的布置小巧朴实 而且啊都是由老板亲手做的喔 这家有特色的店 也成为拍摄MTV取景的地点喔 这一对泥氏夫妇 两年前放弃了在台北的工作 一起来到金瓜石开了这家小鱼咖啡厅 成为金瓜石唯一的咖啡厅 哇我们真是佩服他们的勇气 不怕饿死 选择在这里淡薄名利的过日子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很熟 是的 这就是李新杰拍裙摆摇摇的MTV的所在地 今天我为大家请到一个MTV女主角李新世小姐 知名导演 工质 工质 鞋子 好燙喔 不管 你也要脫 唉呦 不要嗆嘛 不要玩了啦 我們趕快去採金礦 趕快走吧 欸欸欸 這邊有個公告 公告 本地區細亭採中之礦區 這邊有了有礦區耶 那我們要發財了 金瓜石在日據時代是個採金聖地 光是本山就有七個礦坑口 還有兩個延伸礦區 可以想見當時這裡採金聖礦呢 聽說最近有一位老人還在掏金 而且還發現了大金礦呢 可是這裡的礦坑 不是已經沒有開採的價值了嗎 真的有人在採礦嗎 喂 秀琪 你會不會是聽錯啦 不會吧 這個是金瓜石為什麼 怎麼都沒有看到 到底有沒有人在採呢 對啊 這裡應該是有很多金的地方吧 不過這裡真的是蠻美的 而且我覺得那個山看起來蠻像有的 我們都要發財了 還在這邊等什麼 走啊 那是什麼聲音啊 這裡有人在挖金礦 沒關係 我有槍 我可以保護你 沒關係 我有槍 我可以保護你 這裡 快點 阿爹 不好意思 等一下 等一下 剛剛那個人有一個很奇怪的舉動 可能真的有黃金喔 不要動 不要動 不好意思 你今天唱什麼阿伯 他哪那個人都 好啊 我有槍 你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採九頭啊 採九頭 石頭有什麼好剪的 採起石啊 起石喔 對啊 攝影師 欸欸欸 剛剛看起來 這是什麼 這裡 沒有啦 這哪有三塊 黃金嗎 這裡面有怪怪的喔 沒有啦 我有槍 不要動 黃金嗎 沒有啦 哪有什麼金啊 還是另外一種黃金千萬不要亂摸 這裡沒廁所 如果是另外一種黃金的話 現在早就有味道了好不好 你們沒贏好不好 拜託的 沒贏好不好 去沒贏了 喔喔喔喔 那很多金放的 喔喔喔喔 好亮喔 一定有問題 喔好亮 喔你看 你看 你沒去喔 阿伯 什麼東西啊 他在裡面吃什麼東西 喔喔喔 你看 你快點沒贏了 你看 你看 那頂頭 你看 喔喔喔喔 這不可能從石頭裡面 採出來的吧 沒有啦 這是你們採的喔 沒想到這裡 可以採一條金項鍊耶 這蘇聯的 不錯耶 這條金子喔 你們是怕採一採 然後掉下來 所以放這邊喔 對 被人家看到這個 搞了半天 原來只是他們的金項鍊 不過呢 在我們繼續追問之下 原來這位先生啊 就是我們要找的 掏金老人 請問 跟著它 一定可以挖到黃金 喔 不一定會挖到金喔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對 所以不一定是發財的意思啊 要看好幾隻 對…福氣 阿伯你以前就是這樣 做這個黑黑不金嗎 對… 黑黑多少年了 我剛才做二、三十年有 我來這裡做 你一定很有錢喔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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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錢怎麼不行 他剛剛不是說 他怕被你搶 他怕被你搶 阿伯我這個雞穿 不是穿金的嗎 是 你不要… 是雞 哈哈 你以為是真雞 對 我就是這樣 我這個就是刀 這刀來看看 這刀先刀 刀是刀刀 刀就刀刀 就刀刀就這樣刀了 要把上面的 一些廢石拿走 對 才拿到我們 這種細料的 這刀就對了 像這刀就對了 張高雄阿伯 從日據時代 就在金瓜石 從事篩選燕金的工作 一直到礦區停財後 才退休 而且他也親眼見證了 九份金瓜石一帶 從繁華到沒落的 興衰歷史 而他對金瓜石 有著深厚的情感 所以偶爾還會在山裡掏金 回味過去的生活 阿伯 這要洗幾次 才會看得出來啊 這不一定 不一定喔 不一定 那有 剛才我們 那外出的金瓜 有嗎 現在有嗎 這個新聞有啦 新聞低減有 低減有 低減有 有 金金喔 有嗎 給鏡頭看一下 有 這裡 黃色的不是 這邊邊 有 那是太陽光照射下去嗎 那就是 那真的是 這就是金 有沒有 這個沙裡面的含金量就比較少 我看後面那裡 哪裡比較深 有很多 後面那裡 拜託的啦 你不要把我按摩 我們帶你自己去 去歐 稍微你要一百年前生就有了 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生你來就有了 這樣有 那時候 稍微抬起來 隨便拿就有 去大便 大便 我告訴你 這時候早上去大便 摸不起來 久了就摸不起來 我摸不起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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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不起來就 摸不起來就 摸不起來 要筋筋 以前就有人這樣 哇賽 以前有人用草叉 大便都會有黃金耶 以前不是有人沒有衛生紙 用草叉屁股嗎 對啊 那時候 那時候先放好了 要把我肚子動 他放在 他放在草叉 草叉有 你看看那邊有沒有 我們普通 經過這個礦石裡 一公克 一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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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這裡 差不多是 像… 普通… 三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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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樽的東西叫三公克 一噸 一噸的石杆跟土 那還有多少頭 還要再三公克 其实采金的过程相当的繁复 从一开始挖矿到最后筛选提炼 一共要经过十多个过程才能完成 而一公顿的矿石只能体验出三公克的黄金 像我们这样在烈日底下一点一点的挖 可能比鱼工医生的任务还要困难呢 我们终于可以体会到采金人的辛苦了 金文 我想我们的采金梦还是到此为止吧 在临走前 我们将这次采金之旅的收获 放入瓶中做纪念 也将丁娃伯这样掏金人的梦想 收藏在我们的记忆里 原来真正的大金矿是一份梦想 有梦最美 逐梦踏实 嘿嘿 我们的掏金之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哦 丁娃伯告诉我们 在多年前 他曾经在这座山上发现一块黄金矿石 如果我们有福气 说不定可以看见这块宝石哦 不许闻 我要看这是不是啊 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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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快点 快 不知道是不是耶 等一下 那是沙子穴吧 我觉得有点像亮亮的 等一下 借个光学光 借个光 要打光 打光 打光 这是不是 哇 我可以看得到吗 对对对 看一下 好香 还是玻璃 这个 小罗这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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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子吧 这就是 哇 真的是黄金耶 小罗这就是黄金耶 发现到这个宝物 这表示我们有福气耶 但是呢 我觉得因为这是大自然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带走好了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挖不出来 所以呢 请大家也不要来这个地方 因为真的有点危险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一定也找不到 对来这边就是来 来欣赏风景就好了 你说实话你不想把它带走吗 谁不想发财呢 可是 对阿伯说啊 其实我们肉眼看到的只是一些沙金 这样的矿石只适合欣赏 并没有开采的价值 嗯 所以咯 不如将这块其实啊留下来 让以后的人也有机会欣赏 了解了回归自然资源共享的真谛 应该是我们这一次 彩金之旅最大的收获 唉呀 好 m e